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全新的大预言 第八波疫情爆发时间 希望不要准 来我们看 台湾之前我告诉大家会爬到第16名 现在已经到第16 看到没有 第16名台湾 八千八百八十九三千四三百四十六人染疫 我们有 不对 八百多万人染疫 有死亡一万五千两百九九人 我们已经从美国一直下来 排到第16名了 阿根廷比我们 他排在前面 后面你看 都比我们少了 都比我们少了 你看到没有 中高澳四百多万人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台湾的染疫人数是非常恐怖的 八百多万人 两千三百多万人呢 大概呢 将近 将近 快要一半以上 快要一半了 很快很快 我看这样下去的话 好 你养了没 来 这是我今天早上测的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你养了没 你染过疫情了没有 我告诉各位 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 自己要做 我其实呢 我常讲说 生病是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但生病可以让你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 解决你的问题 这才是最重要 我早上一大早又去看医生 一大早又去看医生了 那你知道吗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咳嗽的很厉害 咳嗽的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说 我有一种遗传疾病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以前看我妈妈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需要用这个东西 今天呢 我自己去买 结果 是我用 所以你想想看喔 父母亲的遗传疾病是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喔 这是什么 就是肺部的扩张剂 因为我哮喘病 喘不过来 一岁到七岁 我妈妈说我根本就很难带养 这个要这样压 我咳嗽的时候呢 就不会气喘不过来 这样大家知道没有 所以有时候生病反而让你知道说 你到底有什么疾病 你到底要需要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 不是不好 你知道吗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这是今天的Contin 19的数字 好 来 这是全部的 我们这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的 所有的这个中正症的数字还是很多 看到了 好 我现在来预言一下呢 2023年的国立一月 农历12月 鬼丑月 我是不是一直在告诉大家 你们在问我说 你们只要看林海洋的疫情 你们就知道了 有持续关注我 直播的朋友也很清楚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12月会再大爆发 中国大爆发 而且它放毒全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2023年后 毒从天空下来 你看你是不是有毒呢 他们的尿液有毒 染疫的人 他们的水 喝的水有毒 然后呢还会扩散 我说天空会掉下毒雨 毒水下来 是不是真的是放毒呢 他让1月8号开始全球飞 现在呢除了摩洛哥不接受他们以外呢 很多国家都在考虑了 到底要不要接受中国人 就是中国大陆的 那些人飞到他们的国家去 一方面大家一折一洗一折以油 进来以后他们会shopee 要shopee 但问题是优的是什么 你带了病回来没有 带了病进来没有 惨了 台湾现在有20万的人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有进来已经进来的 有25%是得了疫情的 所以我所有的朋友同学都问 你养了没 来养了没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好农历12月呢 是牛的月份 正冲属养的 然后呢三合是蛇跟鸡 好这个月呢 今年的五黄煞卫在哪里 等一下会告诉你们 五黄煞卫在中宫 等一下我们会有图 来是不是可以给图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边 中宫五黄煞卫在这边 看到没有 2022年的最后这个月 农历12月在这边 丑的位置 这个呢中宫五黄煞呢 刚好呢 你看到没有 2023年农历1月 而且有润二月哦 极度小心胜坊的月份 来这个12月开始 鬼丑月 明年2023年呢 鬼宝年 双鬼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农历12月绝对不是一个好月份 你们去看 我在几个月前我就开始预言了 几件事都会发生 全部发生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明年2023年 看得更可怕 你看到没有 好 鬼宝年 2023年 我们的中宫 这个五黄煞在 亥宫 亥宫是 西北方 这个是西北方 西北方到影月 一月 我们农历一月开始 十二月每一个人都在这边 包括总统都坐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一样 影月的时候呢 就是甲影月开始的这个是六合 然后呢二月呢三合 更可怕 三合而且呢 今年是云二月 看到没有 三个月 前面后面有三个月 现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到过年前还有半个月 三个半月 我们不会平静的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一直在告诉大家呢 动荡不安吗 对不对 疫情不会结束吗 大家不相信啊 说啊老师啊 最好我不准啊 问题是都准了啊 来我们往前看好不好 来 国立二月呢 农历的一月呢 六合五黄煞 农历一月太阳化剂 破均位 刚好三合并服两个月 总共三个月 现在接下来三个半月的时间 我告诉各位 如果台湾不小心 马上就飞到第三名 从16跳到直接跳到13 燃力人数会越来越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现在有轻症的人很多 但是他不愿意去检测 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比较小心一点 像我自己有小编有公司 然后我家里的家人 那我当然就怕家人也染疫 公司员工不能染疫嘛 对不对 我的小编不能染疫嘛 所以我就一定会做PCR 那但是很多人呢 他根本不怕死 年轻人根本不怕死 所以这很要命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我们在农历的二月之前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而且全球的大八卦是 这一次的double 现在变种病毒更多 来我们有XBV15 还有另外一种什么 什么BQ7是什么 还是什么 反正他总共有三种不同的变种病毒 是能够逃脱免疫桥接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现在传染率最快的是 XBV15E5 这是最快的 很多国家都验出来了 所以呢 而且呢他速度之快是double 两倍哦 你如果是我们以前的 Cortinite的染疫 他是一倍 现在这个 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是两倍 所以呢我们在农历二月份 结束之前 全球要翻两倍人染疫 翻两倍 我要告诉各位一定翻两倍 也会说哦那是多可怕 是是很可怕 这就是我的预言 好不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农历一月份的甲饮月是什么 太阳化祭 太阳化祭加上呢 鬼 这个鬼 鬼宝年 好 鬼宝年的话呢 甲 连针化路 破均化全 连针 连针无曲化科 这个状况 简直就是大灾难 没有办法出去也没有办法进来 这样大家知道了没有 好我想呢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也希望大家呢真的做好人身安全 另外要出国的朋友要进来的朋友 你都要去做检测好不好 为了你自己也好 为了别人也好 都要这样做 也希望大家听海航老师的建议哦 尽量少出门最好 尤其年纪大的人 像我 如果我没有生这个病 我今天如果没有生这个感冒的病 咳嗽的病这么严重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我需要用到我妈妈用的那种东西 居然是有需要用到这种东西 我才能够坐在这边讲话 当然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很多困境 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呢走出困境 度过这些困难关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下小铃铛拜拜